你好,欢迎你步入包头Web开发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 为Web客户端返回不同类型的数据 其主要内容包括 在业务函数中直接返回Python数据类型当中的字典 空直、似乎串、直接串、列表与原主 以及如何在业务函数中指定返回的伺服编码 对于WSGI来说 Python中的数据类型不能被直接在业务函数中返回的客户端 包头给予了目前类型和编码的转换支持 其中在Python数据类型当中 字典、空直、似乎串、直接串、列表与原主 均可以在业务函数中直接进行返回 首先对于字典来说 在业务函数中返回的时候 已经被转换为Json格式的数据 其ContentType被设置为ApplicationJson 也就是它的返回数据类型 由字典被转换成为了Json这种数据类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实例 首先我们将基本的Web服务程序另存一份 在这个网站的根当中 我们试图返回一个字典类型的数据 首先我们返回一个再次复典类型的 我们尝试返回整形 我们尝试返回整形 在字典中包括数点中内面 我们保存这个程序 在命令提升服务下 进行这个服务器程序 这次我们看到服务器已经启动 打开浏览器 由于我们的地址为网站的默认目录 也就是网站的根 所以我们直接在地址栏中输入lookhost 那我们看到它返回的就是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它的数据格式就是Json的数据格式 这是第一种类型 下面我们看一下 在业务函数中还允许返回空值 当在业务函数中返回这些空值时 这些浏览器浏览到的内容为空 也就是返回的是一个空的内容 而且呢 content length这个参数被设置为0 下面我们看一个返回空值的实例 我们将在这个根这个结果函数中 将它的uturn注释掉 然后重新返回一个空的原主 保存成程序门间 在浏览器中访问它 我们可以看到访问的结果为空 也就是在浏览器阶面当中没有任何显示 因为在业务函数中没有返回任何阶面元素 那么这就是在业务函数中返回于空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返回了non fils 这个空字符串 以及空的列表等 都属于一个结果 在业务函数中 我们可以直接返回字符串的形式 给浏览器返回内容 当然这个字符串 可以是html页面代码 我们在前面的这些实例子当中 都是使用直接返回字符串的方式 并且在返回字符串时 Botl这个框架会依据字符串的编码 然后对content type 对其进行编码后返回 这个我们就不再举例演示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在Botl的eo函数中 直接返回字符串 所谓的字符串 就是字符串经过编码 形成的数据类型 那么它在Botl这个框架中 进行返回时 被转换为字符串 我们看一个实例 首先我们在这里 一个定义个字符串 我们对这个字符串进行编码 我们对这个字符串进行编码 比如我们编码为utf-8 保存这个业务函数 在浏览器中访问它 我们看到得到了正确的特幅串 也就是虽然在程序中 对它进行了编码成为字符串 但是Botl这个框架 当在业务函数中 返回字符串 字符串 那么仍然被正确的字符串 变成了不算的形式 返回给客户端 下面我们来看 在业务函数中 直接返回列表于原主的情况 在业务函数中 返回列表于原主时 Botl这个框架 会将列表原主 用降用函数进行合并 也就是合并列表当中的 或者是原主当中的所有元素 因此列表与原主当中的元素 必须为字符串 或者是字节串 并且不能返回 嵌套的列表和原主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返回的列表当中 又包含一个列表 此时就会出现错误 下面我们看 返回列表与原主的实例 我们仍然修改这个程序 首先我们尝试返回一个列表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我们看到 我们收到的是 当然是字符碳 也就是将这个列表当中的 所有元素进行合并 如果我们将它修改为原主 也是可以的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我们看到结果是相同的 但是如果列表当中 有嵌套的元素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元素当中 我们嵌套了一个列表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那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呢 包含这个框架 会有错误提示 那么也就是 在这个原主当中 不能嵌套一个列表 同样呢 如果在原主当中 包含整数 保存这个文件 我们测试一下 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呢 这个整数 不能被交往这个函数 所连接 所以呢 它是返回的是错误 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 在原主或者是列表当中 不能混有字节码 和字符串 否则的话呢 也不能够返回 正确的值 下面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在业务函数中 指定返回伺服编码 当我们需要返回 不同类型伺服编码时 我们可以在业务函数中 进行指定 指定的方法是 第一种 用Response这个对象的 恰致属性 把它设置为 UTF-8 就可以了 或者是呢 GBK 正能 那么第二种方式 就是用Response这个对象的 content type 这个类型 属性 将它修改为 你所需要的 这个类型 下面我们看一个实例 首先我们将刚才的实例 可以阻止掉 由于我们需要 出去使用Response这个对象 所以呢 首先在包图当中 已经导入 在业务函数中 首先 调用Response这个对象的 XSET 属性 将它设置为 选拟K 然后呢 我们返回一个 直播串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 进行浏览 我们看到这里面呢 是乱码 乱码的原因 就是在 这个浏览器当中 它的字符编码 默认为 Unico的编码 当我们将它 显示编码 修改为 简体中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 它就正确了 那就表明 这个包图框架 已经将 似乎码编码为 GBK 那么如果我们将它 注释掉 此时 再回到浏览器中 刷新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 它是正确的 再看到这个 似乎编码 就变成 Unico的 同时 我们还可以使用 第二种方式 就是配置这个 Response的 Content Type 它的 伏刷 我们将它复制到 这个实例当中 让它复制过来 这个时候 我们仍然用 GPK 这种编码 保存这个 程序文件 到浏览器中 进行访问 看到 就乱码了 它原因就是呢 这个诸符编码 仍然是 Unico 是默认诸符编码 那如果我们要想 让它不乱码呢 就要改为 连续中文显示 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呢 就是正确的 编码方式 本节课的作业 就是 尝试返回 不同的 Python数据类型 当然呢 你需要在 结果函数中 直接进行返回 并查看其结果 尝试为客户端 返回不同的 字符编码 并查看其结果 就要 不论 并查看其他 不论 不论